跌入油槽而昏迷的林姓男子因消防员切割油槽引发柴油闪燃而严重灼伤 他请求国家赔偿 记者王洪顺摄影分享 林姓男子7年前被公司派去清洗油槽 因槽内氧气不足昏厥 消防队员或报前往抢救时切割油槽引发火花造成他严重毁容 他向法院提出国家赔偿诉讼求偿754万余元 昨天到高等法院出庭时感慨 刚发生时差点不想活 女儿吓得不敢靠近我 如今只是要一个公道 林姓男子开完停赶着再到医院治疗 他的脖子仍需手术处理 林说消防员切割油槽时难道不知道火花会造成爆炸 事发至今已七年多 他全身都是伤 无法做什么工作 41岁的林姓男子应该事故成为多重障碍重障者 他向法院指出 2010年10月2日 他被主妇清洗吉祥公司高4.8公尺 直径2.5公尺的原柱状油槽 因油槽内缺氧昏迷 当时新北消防局理性装信队员或报前往救援 林池控消防员受过专业训练 就他时应要注意油槽内还有柴油 却执意用机具切割油槽 结果引燃的火花造成他脸胸 双手右脚严重烧烫伤 事发后他多次手术 至今仍要持续附件 除请求200万精神卫妇金 另外因他才34岁就遭结 完全无法工作 一劳工保险六十 5岁的退休年龄计算 损失428万元的劳动能力 家计看护费用后 请求700多万国家赔偿金 新北市消防局表示 当时在厂监工虽表示不要切割 但没有人告诉队员油槽 曾用柴油清洗 且油槽外也没有任何标识 两人为了救灵 才用比较快速的方法救援 灵性男子的律师乌宗汉表示 事发后灵力经期 八次重建手术 包括耳朵都是重造出来的 首不因为截肢变形得跟多拉A梦一样圆 根本无法再进入职场 有些人请他去当临时工 本意都是在接济他 顶多请他用手腕勾提物品 零售灾后 妻子离去 七寻的老父母也无法再照顾他 律师向法官说 这起意外毁掉零的一生 未来也只能仰赖国陪金度日 一省时 新北地院认为消防员并非执意 不采掉卦而切割油槽 没有过失责任 判灵败诉 二省时责任为例 装消防员应可预见电动 切割油闪壤危险 该判国赔412万元 消防员不服上诉并称医过去的案例 除曹婚女死亡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必须抢时间 是当初决定切割的原因 最高法院认为队员的说法并非无据 场区的人也没提及 已有柴油废弃原高院判决发回更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